创业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 它是全然的去释放自己的这样一种 一种追求的人我认为都是创业者 你如何更客观的 就像导演一样或者编剧一样去思考 然后来理解这个品牌 这是未来的一种创新的更多的挑战的层面 我是巴努茅独火锅的创始人杜忠斌 我是2001年创业 创业的时候是从安阳开始的 做了八年来的郑州 可能我和其他的创业相对不一样的 是我赚了钱以后再去做火锅 这个心态可能会相对不一样一些 所以做事就没有那么的急躁 或者没有那么的功力 巴努来到郑州这12年 我们经历了整个城市环境的改变 每一次的迭代和改变 它其实都是一波大的创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虽然企业面临了挑战 但同时也面临了新的机遇 中国的餐饮 它是一个非常有独特魅力的一个行业 非常体现了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 它不像西方一个汉堡一个披萨 就基本上解决完了 它是更多的还是有情感 精神层面的一些需求 所以这就对中国参业人的这种 创新迭代式挑战是非常大 这自己必须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这20年以来 你要说困难的话 那基本上每天都面临的是困难 疫情反反复复给你带来的这种经营上的压力 还是相对挑战还比较大的 我是判断嘛 只要自己的品牌还不错 自己的积累也还好 我觉得疫情它迟早是过去的 创业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 它不是的简简单单的就是有一份工作 它是全然的去释放自己的这样一种 一种追求的人 我认为都是创业者 企业的创新 它本身就是你被动也得创新 主动也得创新 我想这一路的不断的创造 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迭代 是一个企业必须保持的一种状态 在这个时代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就不像过去一样那么容易 我们更多的是靠自己的能力 靠自己的知识的积累 所以如果你有独到的这种特质 或者独到的知识和资源 我想这个机遇还是在的